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包装后 我们有电话盒 电源 网线和一个电话盒的底座 拿到电话盒 我们看到它的后侧 一共有三个端口需要注意 第一个 WAN WAN 是与路由器连接的端口 第二个 FONE 1 是连接您家中固定电话的端口 最后一个就是连接电源的端口了 首先将MODEM与路由器进行连接 然后再将路由器的 Ether的接口与电话盒进行连接 然后再将电话盒与固定电话进行连接 再把电话盒通上电源 在您拿起电话听筒时 会听到DOO 这样的长鸣声 而且凤一显示灯也会开始稳定的长亮 而当电话没有被使用时 正常情况下凤一是不亮的 最后再把电话盒卡在底座上以便固定 这样整个网络的安装就完成了 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 请联系我们的客服或登陆网站 联系电话和网站地址会显示在屏幕的下方 再次感谢您选择使用CIK网络服务